夜段节已经不到一个星期 但是最近美国的天气却让民众吃尽了苦头 从中西部到东北各州都出现了暴风雪 路空交通几乎全面停摆 数十万家庭断电 学校也被迫关闭 让美国民众是大呼好扫兴 不过气象预报也指出 这一波暴风雪将会持续到周末 经济不景气 好不容易要过节了 却遇上暴风雪来搅局 难怪美国民众的心情真是好不起来